大家好,作为全网,第一个职业推荐自贴的我 经常很多朋友发来这个字,我看了一下 咱们成年人,很多人练不好字,这个坎儿到底在哪 怎么样来突破,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问题 我相信对你有很大帮助 你像我们小学生,他一开始练字 或者说他字写不好,他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就是卧鼻姿势不对 还就是下跌太重,还又把这个链字看成抄作业 还就是太急躁了,没有耐心 特别是他低年级小朋友才写得好 后来到了三年级以后,作业多的时候 他一急躁,这个字自然就写不好了 那么对我们成年人来说,我就来说有这样几点 第一个就是空鼻的方法 第二就是难改过去的漏息 第三个就是太急躁了 第四个就是求博不专 什么意思我来解释一下 那有很多朋友说,老师我这个卧鼻姿势,对不对 大家来看一下卧鼻姿势 你看 这个是捏 然后这个大拇指在后,食指在前 这个手掌是须,看圆形 再看这边,看,病龙 然我们这样放的时候呢,要感觉到很舒服 这个呢,我们是作为一种标准 那可有朋友,也有可能朋友是这样的 你习惯了,这虽然错误的,但错误的有时候我们改不掉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拿笔写字,应该觉得很舒服 那么这种为什么觉得舒服呢 你看这样伸出去缩回来 看,这个长这个短 对吧,缩回来 还有我们这样 看,斜的摆动,横向摆动 也就是说这个万古这地方,它就是支点 这些啊,我们成年人一般还好 那么我,但是我们成年人这个控鼻方法有问题 就是说你写的字,苏西是一样的 有的朋友呢,很多朋友这个写出来字啊 不精神 笔画写的偏软 苏西一样 这些问题啊,都是常见毛病 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过去啊 有很多的一些坏习惯养成了,改不掉了 第三个就是太急躁了 有人说满来字贴之后 他也不对照正确的控鼻方法 哎,我就恨不到我今天一天我能够把这 一本写完 那么我的字就可以写好了 不是这样的啊 因为我们控鼻 拿着笔去写 它是需要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 既需要时间的积累 也需要我们方法的积累 那么求博不专什么意思呢 有的朋友他写了这个一篇的字啊 但是每一个字 它不是同一个字 也就是说 我们要想把字写好 一定要进行这个单字突破 你今天练哪个字 你尽可能的把这个字练得过关 或者这个笔画 单个笔画 这样突破 这样才行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他今天练凯书 他明天练行书 他后练练别的 这样不行 我们一开始练字 一定是要专心 就选择一种字体 一套字体 好 那怎么样来突破呢 突破中间有三个 第一关就是控鼻训练 所以我们很多人啊 往往就是字写不好的原因 主要是在这个控鼻上 很多朋友 这个笔画怎么去写 笔法怎么去用 那么我们控鼻训练 刚开始 肯定要从容易的 笔画偏旁读体字 咱们来看一下啊 你比如说这横 四十五度 看 落下来 就是个点 这停一下 拉着走 再点一下 看一下 点 横 点 这个树 看 点 走直 漏接 我前面视频也有 叫终止一台 这批画 看 重 轻 体 那你要写快一点 它就是自然的 所以这样基本的控鼻 包括我们写这个那话 这里边啊 我们红书一般很好写 但是有朋友写这些 带有糊涂的笔画 觉得不好写 我们接触这一句话 只要是弯的 橡笔都有轻 你看卧钩 这空中落下来 你看这段 有轻到重 我们这样弯钩 有轻到重 我们这个树弯钩 对比之后 重 轻 只要弯 就轻 那斜钩呢 是中间的弯 看 重 轻 再加重 看一下 所以说 记住 只要是弯 它就要是下比较轻 那么像这些出钩的 还有像这样 T 就是重 轻 也就是 N T 你像这种勾画 我们在书写的时候 看 先重 轻 对吧 所以这个勾画 看 重 轻 这个轻 提笔就是中指一抬 大家注意看我这个地方 中指 看 中指 抬起来 你轻轻抬起来 它自然也就是漏肩了 再来看一下 看我中指 再换个地方 看 重 轻 中指一抬 这个撇画 它也是这样看 重 轻 所以一开始 咱们把这些 基本笔画 或者说 这样子组合的笔画 要安心得了 那然后我们再把这些笔画 像偏旁 你像这个 单人旁 看 重轻 这从中间 来个数 三连水 看 压 压 有吸到粗 就是有 轻到重 看 重 轻 对吧 踢手旁 看 这个横 看 对比 点 数 点 看 踢 重 轻 对吧 重 轻 木头 看 压 我们写草子头 看 拉个横 看 斜着 重 轻 重 轻 我们写 猪子头 看 重 轻 拉个横 看 压个点 重 轻 看 压个点 我们写 我们写 我们写宝盖头 看 压个点 再压个点 中间是拉着走 重 轻 看 把笔划问题解决 再去解决偏旁 然后是读体字 这个读体字 你像 这个诗 我练横和树 它中分的 就是说 横背 树化 中分的 我在练习这个木 我在练习这个 右 我在练习这样 口 你看 鼻都拉着走 拐弯的时候 要 承论一下 提 来个横 对吧 那我想练习一些 笔画 比如斜钩 我练习这个字 隔 我练习这个 竖弯钩 我练这个 几个的 鸡 或者 而 这刚开始啊 我们就是 把逼画搞清楚 偏旁搞清楚 读体字 这些法搞清楚 把这些综合在一块 我们再去领悟结构 这个领悟结构 就是 合体字 合体字 我们主要分为 这样三大类 第一例是左右的 你比如说 我单人旁和这组合 众 轻 看 这些短 这长红就要写长 看 体高 写长 这口诀就是 下有竖数 左短右长 我们写三天水 看一下 在T的尾巴的地方 来个长号 可就是这个支 左右结构 它有左右结构的 这些技巧的方法 我们上下结构呢 也有上下结构的方法 你像我们读体字 读体字 就可以看成 一个一个的 上下结构的字 你比如说 我们写的最简单 这个字 那么这个字呢 我们看那种 偏纳最宽 所以上边都是窄 看着三角形 是不是 那如果说 那如果说 我们写一个 吞 这样上下结构 我们看 偏纳最宽的 你看 天 是个T形 是不是 那么 这个 左右 上下 包括我们写 这个半包围的字 它都是有方法的 你像这个字 这个那话 它要朝右边转开 你像这种 长字头 横写短 撇写唱 把这个撇画写唱 它也是结构 这些呢 我们可以是 不动鼻的去领悟 也就是我们去 不动鼻 这种领悟 就是靠我们去 独帖 大家看我写的字 并不是太快 是吧 我们这样写流畅 所以很多人就说 哎呀 这老师 我觉得 我写的慢的时候 我写的挺好 我写快一点 就不好看了 那个因为是 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 你控鼻 不太熟练 第二 你对于结构方法 领悟不熟 当然你一写快的时候 你的手不停使唤 所以你写出来的字 就有问题 所以我刚才说 咱们练字 单字突破 单个笔画突破 然后偏旁的进行 归位来进行突破 这些是我们练习 这个字贴的时候 要把握住这个核心 最后一点就是 我们要长期坚持 一贴专利 这边比如说 我们写这样 形书的字 那么还有人说 我这写的字 每单个字看得好看 我怎么一看 这个整体就不好看呢 就说你那个字 写的不成体 如果我们 每一个字 先挺好 那这时候 我们就要找个字贴 它有长用七千字的 你就用进行通理 一开始还是专利 好 我来写这样几个字 咱们看一下 在书写时候 咱们要做到 哄树写之 如果不之的话 这个字肯定不精神 这最基本的要求 第二个就是 提案要分明 就是说 你这个笔画 写出来有粗有细 这是靠提案表达的 第三个 我们要注意 远转 你像这撇画 它是弧状的 圆弧状的 然后我们在书写时候 所写的字 一定是 对笔在走动的时候 一定是拉着走 看重 行 对吧 我就随便抄 这样几句话 这笔一定是拉着走 我们一开始练的时候 千万你不要急躁 所以一开始 我们练字 空笔 它就是考验 我们耐心 你能不能够 静下来去练字 所以第一关 空笔 对我们来说 真的是一种考验 你看 无论我们写这个 砍书还行书 一定要把这个笔画 连贯走 连贯走 你看我书写的时候 我空笔空的好 然后这个结构呢 我把握的非常准 这些都是方法 所以我们刚才 所提到的建议 大家我就来说 大家还要把这个重点 一开始放在这一关 这个空笔训练 它的确是拦入户 那有朋友说 哎呀 这些问题我要解决 需要几个月呢 可以这样说 你觉得你的字 能够明显有进步的 你这应该是三个月 这三个月 你按三个月去准备 你比如你练累的情况下 我不动笔 我去独帖 我去领悟这些结构 这样的我们的字 进步就快了 那要想把你这个字 写的成体 你一看 就是这种字体 非常舒服 那你就要长期的坚持 一种字体 长期坚持临写 好 我就聊到这 有什么问题呢 大家可以私信我 我这种字体坚持在一起 我看你这个字体坚持在一起 我看你这个字体坚持在一起